這次試車我們又來到花蓮的七星台 這一台車它一直給我一種貴氣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種高不可攀的那種氣勢 它是第五代的Range Rover 但我們今天試駕的Range Rover版本算是比較特別 它是長軸的七座版車型 也是我所有最推薦的Range Rover 那除了外觀你會發現 它基本上是以遊艇的概念來設計 所以除了素牙簡潔的線條 你會覺得它其實配上電動車的引擎也很適切 它這一次用的平台在後年也就是2024 就會準備推出全新的電動車 有幾個重點先跟大家分享 它用的是矩陣型的LED頭燈 有120萬微玻璃晶片 可以照射距離長達500公尺 另外它除了車門把是隱藏式以外 你會發現它的車尾極為素牙 我覺得這台車最漂亮就是車尾的那種線條 有一種高不可攀但是又帶幾分神秘感 因為它連尾燈做的都是隱藏式的設計 那還包括雙魚曲的天線 一個用的是為了掌握OTA 就是軟體更新同時涵蓋了倒車攝影 那另外一個天線的功能就是In Control 就是你可以連結你車內的這些手機 還有一些介面 所以等於這一次的進化算是除了科技豪華以外 就連性能跟操控都全面的提升 一上車你就可以感覺到Range Rover 它想要傳達給你的一個獨特的性格 那個性格叫做豪華的氛圍裡面 又可以給你有越野的調性 它的豪華氛圍並不是說 我把一些高級的用料 很絢麗的氣氛燈配在車上 然後就讓你感受到豪華 它是能夠讓你去享受那種 去咀嚼那種開車的寧靜跟高品質的精緻度 但同時又把越野能力給你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以G-Car來作為越野的標竿 但是這一台車的涉水能力呢 甚至還比G-Class多了20公分 它可以達到900mm 所以開起來你會覺得它是一個優雅舒服 但是又能夠彰顯你品味的LSUV 我們今天就是試駕的版本 它是5加2座 但是第三排呢成人也能夠入座 如果你把第三排收納 它基本上行李箱空間已經超過800公升 那你即使第三排升起來 也還有212公升 所以你會覺得全家出油相對的實用 由於它算是旗艦的LSUV 所以它會把那種精緻 還有那種高級的氛圍營造出來 尤其我們試駕的車款呢 它額外選配了半本鞍真皮 因為我之前去西班牙試駕Range Rover Sport的時候呢 其實也同時體驗過了Range Rover 但是我就覺得它的環保材質 在你對高級車的想望上呢 總是少了一點點氛圍 那麼這一次呢你就會覺得特別的到位 我們試駕版本呢它的儀表 它是採用13.7吋的設計 可是因為它不是傳統的方形 所以會讓你覺得多了幾分的設計感 那麼在中控台上面的觸控螢幕呢 它具備OTA軟體更新的功能 那這個儀表看起來更大 但是標示卻是13.1吋 不過不管它大不大啦 基本上它用懸浮式的設計 你在操作起來你就會覺得格外的大氣 那麼過去就是我們會覺得VLAG 它算是新世代的Range Rover車型 尤其它用拼接式的儀表 在in control的介面設計下呢 你會覺得多了幾分的未來感 那這一次呢 它等於不是用這樣子的設計 我曾經在西班牙的時候 詢問過原廠的設計師 他告訴我們就是 有一些車主反饋說 全部就是你在熄火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行進階的時候 拼接式的液晶螢幕呢 它反而你要找一些車子的功能操作上 它覺得沒那麼便利 所以他們這一次呢 等於除了雙幅式的儀表上面的按鍵 還是採用電容式的控制以外呢 像包括空調的旋鈕這些 它都恢復成實體的按鍵 那就連它的D型反應系統呢 也換成是按壓式的旋鈕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可以更直覺的去選擇你想要的功能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試駕車款 它因為是5加2座 它的23排呢 全部是可以採用電控設計 那你會發現 裡面還有一個超級大的天窗 而且我們試駕版本 還有一個Meridian的3D立體音響系統 這個立體音響系統呢 有時候會因為晶片短缺 所以你沒辦法選3D立體音響 不過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有一個反饋的降噪功能 好比說我們在車外 現在很吵鬧 但是你開著開著會覺得 車內的空間 車內的那個感覺 反而更為寧靜 主要就是音響系統呢 它可以有反饋的音波來降噪 所以某方面來講呢 你會覺得它也算是一個高科技 那麼在空調系統的部分呢 它還有一個進階負離子的偵測功能 就好比說你現在在你的控制面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空氣品質的監測 它除了可以過濾PM2.5以外呢 它還可以原廠宣稱的啦 它還可以隔離掉病毒細菌 那除此之外呢 在主被動的安全防護上呢 這一台車也稱得上是滿配 因為基本上像LV2 還有包括像盲點偵測 車道居中輔助這些呢 通通也是Range Rover的標準配備 開著它即使在惡劣的氣候下 你就好像開著戰艦出去巡弋一樣 心裡會多了幾分的踏實感 在動力編程的部分呢 在國外有很多的動力配置 好比說它全新的4.4 V8 Twin Turbo 好比說它的Plug-in 就是有510P的Plug-in Hybrid 這些台灣通通都沒賣 那麼我們試駕的版本呢 等於是汽油引擎輸出最大的 它是P400 用的是Ingenius的3.0升 直列六缸渦輪引擎 講白了它其實就是B&W的B58引擎 這直列六缸引擎的音頻真的是好聽 而且調的聲音呢低難填意 再結合它的8速手自排 你可能會覺得這麼大的一台LSUV 那它2.5噸 用這個3.0升的六缸引擎拖得動嗎 誒說真的不只拖得動 你要覺得相當的帶勁 它0到100的加速呢 可以在6.1秒達成 而且極速也有242公里 當然我覺得以這種豪華車 你光談論它的性能呢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意義 因為你就是會享受那種寧靜的氛圍 但是在操控的感受上呢 它其實比之前要來的更棒 因為它的MAL平台 光是車體的剛性 就比之前要提升了5成 所以你會覺得整個結合它前雙A倍 後五連桿的懸吊 那個與路面對應的服貼性呢 變得更好 而且是有感的 就是你在低速的時候 結合它的氣壓加主動懸吊呢 你會發現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車身仿佛就是維持那種水平的感覺 那這種感覺呢 我過去只有在像Fanley Lost Oasis的那種高級車去感受到 那如今呢 現在的Range Rover呢 也有近視的感覺 而且比較特別就是 它的避震器是用雙氣式的設計 那原廠是說這樣子的反應 就是還有它消除碎震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我比較不解的是 它其實還有一個48V的主動防側型的電子防晴桿 但是它把柴油引擎呢 列為標配 那汽油引擎呢 是必須要選配 那我在國外跑山路的時候呢 有開過就是選配這個配備的 你會覺得其實它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就是在Sport模式的情況下呢 它是有感的 那當然因為整體的調性還是追求舒適 尤其像今天我們在花蓮市區行駛 我會建議如果你想要買這一台車 你不妨就是多花一點預算 把48V的主動防晴桿選起來 因為它的抗扭矩的這個力度 達到1400牛頓米 這基本上已經是跟Benley的Bentega一樣 就是萬一哪一天你興致來想要跑山路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支撐力變得相當的好 那另外有一個最大的精進 就是它的靈活度 因為這一台車像我們試駕的長軸版車型呢 已經是5米3的大車 2.5噸的大車 那你開起來穿越大街小巷 你還是覺得它相當的靈活 主要原因在於它也把主動後輪轉向這項配備呢 用在Range Rover上面 而且它的角度還挺大 它最大的角度可以有7.3度 當長軸距的車型在高速沈穩的時候 它能夠發揮很好的物理效應 可是你在山路的時候 因為軸距過長 通常會過於笨重 但是藉由這個主動後輪轉向呢 它可以有虛擬短軸的效果 就是讓它可以兼具沈穩跟靈活 而且你開著這一台車 它萬一在市區想要回車的時候 它連迴轉半鍵開起來 都比EVOG要來的輕盈 就是靈活 這也算是它在底盤設計精進的部分 那另外呢 有一個是我覺得倍加推崇的就是 不管是Lanovo或是Range Rover 它們都有一個信念就是 它希望能夠優雅的讓你去越野 它已經用了地形反應系統的第二代 藉由旋鈕去挑選你要的模式 它同時還有這個低牽引力起步 什麼是低牽引力起步呢 就是萬一下大雨的泥地 你油門補太重它會不斷的空轉 那這時候呢 它會結合動態穩定系統 結合煞車 結合它的就是油門 它會以最精準的情況下 去控制它的抓地力 再藉由懸吊的升降 去克服這些關卡 那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中央差速器跟後差速器呢 它會自動鎖放 隨著不同的路況去做調整 所以某方面來講 它把越野這件事變得更輕鬆簡便 如果就像之前下大雨 你可能會遇到路面突然積水 你開這一台車 你為了要去救你心愛的家人 你只要把懸吊升高 你直接把它衝過去 你知道嗎 它的涉水深度可以有900mm 就是等於在這種LSUV裡面呢 它的預野能力算是最強 涉水能力最深 你真的就會覺得 你好像開一台巡洋戰艦 LSUV這個名字呢 可能從200萬等級的 大家就會把自己的品牌 灌上LSUV 那到底怎麼樣才是真正的LSUV呢 當然像一兩千萬 好比說Lost-Loyce的Continence 好比說Bentley的Bentaka 無庸置疑 但是我認為Range Rover 也是道道地地的LSUV 如果你以一千萬元以內的車款 來定位它 那它可以跟它媲美的對手 還包括賓士的G-Class 那我必須要講 G-Class它也是有一種象徵性 因為它會讓你覺得很Man 它就是有一種硬派的感覺 但是Range Rover走的不是這個調性 它走的是豪華舒適 同時又兼具強勁的越野功能 那在Unload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它的貼地性 它的行路舒適性呢 等於算是同級車最好的 那再來就是 跑車型修旅 定位為跑車型修旅 好比說Uras 好比說Cayenne 甚至是Massarotti的La Vente 這些在調性上呢 跟它也不一樣 那當然在山道的表現上 它沒有像那些跑車型修旅這麼犀利 就是開起來會讓你享受那種轟隆的聲浪 但是我覺得在市場上 它有一個獨特的定位 I'm grounded, you found it That's right, astounded, pound it, the pavement, raving It's slave to the slave ship of rap Take it like that with that boom bap Take a stand, take a stand That's right, get it, cause the rockers and the chuckers Get it in your shoes and the grooves With your socks off, clock part Yeah, that's a rockstar We don't fear, we got the speed